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王楠在联系的时候还会说要挑比较优的 尽量不要有刺青的 而每次的交易就用喝咖啡来当代号 在电话当中还提到什么勾三秀六 据说就是代表勾是出厂三个小时 然后秀六代表是六千块钱 但是检方这样的说法 陈宗燕他竟然还有话说 他就出来讲了 他说没有新的市政 结果南检却推翻之前的认定 让我深感不解 好了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过去其实检方对他真的非常的宽厚 2014年陈宗燕案可是以查无步法来签结的 到了2023年的六月份 高检署因为被人踢爆之后 他又出来帮忙 好像查了一下之后又出来讲话说 我当初办陈宗燕的案子 我们查无为师 那就没问题了 2024年的二月份 监察院弹劾陈宗燕不是也没通过吗 没有想到 也不过才过了六个月 到了2024年八月 突然一下大逆转了 不是先前也是南检 现在也是南检吗 但南检现在说情节非常重大 要从众来量刑 南检怎么说呢 南检说当初是侦办酒店业者的防害风化案 虽然我们有监听到陈宗燕 接受了招待 可是当时查无具体的不法事证 因此就签结了 那去年重启侦查之后呢 我们的检察官就把这个监听的光碟 重新现役来反复推敲 现在侦查终结并且提起空诉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警察呢在马路上面 正在呢 这个指挥交通的时候 发现有小偷在偷窃 所以呢 那个不关他的事 所以呢 当时监听到的是性招待 那就算了嘛 因为我们在办的是防害风化案 所以就不用办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好啦 这个陈婉慧就说 当初办陈宗燕案的时候 查无为师 如今却是正式起诉 如此自相矛盾的调查 法务部要不要对社会大众公开说明呢 也有人哀炮轰这个监察院 说我根本就是废物院吗 2013年检方的监听 其实就已经有听到了这个涉探 而且甚至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性招待 但是当时竟然是没有调查就结案 到了2023年的时候 南检跟大家说 侦办没问题啊 结果现在不但起诉 而且从众来量刑 同样的侦办单位 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更新的证据 结果却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这样子老百姓真的能够相信 完全都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吗 宾哥怎么看 大家不觉得南检的说法很好笑吗 他们当时侦查风化案 然后监听到 他有接受性招待 可是呢 他有接受性招待 我们去查 没有不法 你们不觉得这句话怪怪 接受性招待不就是不法吗 你们在讲什么啊 他是公务人员耶 公务人员可以接受性招待 这 他到底是得出 怎么样可以得出结论 公务人可以任意接受性招待 然后我跟你讲 不只是南检这样 监察院当初也是这样 你去看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监察院 确认他确实有接受性招待 可是监察院认为 没有到需要弹劾的程度 所以我就不懂啊 那对这些伟大的监察委员 你们认为公务人员需要接受 怎样的性招待 才要到弹劾 是要几次 还是几百次 还是要被XXX 你才要被弹劾 是这样吗 我真的不知道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那这么离谱的东西 监察委员居然可以通过 这么离谱的东西 当初的南检居然认为没事 这么离谱的东西 当初的高检署居然认为 我们整个调查过程并无为师 这你像话吗 我想没有人听得下去 所以陈忠祐今天就在喊冤 我跟你讲你没什么好喊冤的 是因为当初包庇你包庇得太厉害 现在只是没那么包庇你 但是我跟你讲 陈忠祐你也不要装 大家都以为 哇 这次陈忠祐倒大霉了 检察官终于要重办他了 你看前两天检察官不是说 我要求除重刑吗 可是我请大家注意 这次检察官虽然真的起诉他 可是你没有注意到 检察官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吗 他放在妨害风化 也就是他总共接受12次性招待 这是已知的啦 未知不知道有多少 那其中有两次没有付钱 所以是接受性招待 其他十次检察官认定他是有付钱 每次还12000 检察官都帮他算好 所以他得接受性招待24000 就是这样 那他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其他的 是图例厂商那个部分 是摆在后面的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 检察官在带风向 其实到最后可能就是 以他接受性招待 妨害风化 这些相关的东西 就清罚 因为他等于贪污24000 到最后可能清罚 判个几个月就过关了 因为其他的图例厂商这边查污实证 或者直接被法院驳回 然后陈忠燕就脱身 陈忠燕现在人家活得很好 人家在民间企业一样当董事 所以这是在干嘛 我抱歉 可能我社会新闻跑太多了 我认为检察官是故意在帮陈忠燕 跟赖兴德洗地 让他能够脱身 因为对赖兴德来讲 他身边没有几个心腹 没有几个值得信任的人 陈忠燕是他一直以众的左右手 那因为这个案子 让陈忠燕本来内定是 行政院副秘书长的人 然后现在没有办法上去 所以对赖兴德来讲很不方便 所以现在就是赶快 把这个案子弄起来 目的干嘛 让他能够赶快脱身 用一个小小的案子 用小的方式让他判个缓刑 或是罚金或是怎么样 让陈忠燕这个案子定验 以后你就不要再吵 翻页就过去了 对 翻页就过去了 然后他又可以再度付出 光荣现身了 而且你要知道 他这一次因为他强调 监定过程之后发现 他强调不要有刺青的女生 然后对女生很挑剔 现在他的品位 获得男士一致的赞同 所以很多人反而觉得 他是不错 很优异 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 已经越来越变成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社会 但真的就往这个方向去转 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 不要真的以为 这一次检察官是想要重判他 我老实讲 以我过去的经历 检察官如果真的想要重判他 他才不会说请求法官重判 他会具体求刑多少 因为他办的是探户罪 探户罪可以判很重的 检察官大可以讲 我具体求刑十年十五年 他为什么没有这样讲 抱歉 我觉得检察官是在铺一个后路 所以呢 大家不要以为 陈宗燕被起诉了 就一定会真的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可能我比较悲观吧 我认为搞不好 这就是陈宗燕跟赖清德脱身的开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车也 Jude 请不吝点赞» eens这样 аж 've 全